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理念是从建设着手而非破坏 我的政治理念不是要破坏什么 我是希望建设一个民主制度 在这个民主制度下 包括共产党在内各个政党都可以共同竞争 就是说你要给人民一个选择的机会 我要的是这个东西 而我不在乎共产党倒不倒 如果今天共产党允许中国进行公开的 得到国际社会监督的真正的这种直接选举 选举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当选 我就会拥护共产党 因为那是真正民意的呈现 问题是共产党不给这个机会来说服我 也不给这个机会让中国老百姓去选择他 即使其实目前来看 恐怕选择他的还是多数 他都不敢进行这样的尝试 香港来的中国大陆的学生也好 英国的华侨朋友也好 都有一个说法 为什么不让他有个机会再往前走 不要说老丈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大部分人这样讲是因为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没有受到损害 而且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也有人跟我讲说 现在的政府领导挺好的 但是他话锋一转就 就自己老家遇到了什么收税的问题 他又很气愤 我觉得是很典型的反映了大部分老百姓的心态 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体 当没有牵涉到自己利益的时候 他就觉得一切都可以打马会言 就不要去追究那些过去 但是我敢说所有讲这些言论的人 如果他家的民宅第二天被强行拆迁的话 他应该跳在第一个去抗议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个国民性的问题 就是当中国要走向民主化 要改造很多东西 像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说法 都是应该举于改造的 否则早晚有一天 你不去保护别人的权益 等你要开始 你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 也没人来保护你了 在帝国理工有学生写了一篇报道 给明报发表了说 我们中国政府到现在 那么今天的国力 今天的国际的地位 不是更有条件去承担 当然六四的这个责任的问题 把它六四平反过来 你不要错失这个历史的良心 你这种看法也有怎么看法 我觉得是有 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按理说今天没有成型的反对派 中共基本还能主导局面 这个时候他主动地去做政治变革 包括对六四问题重新评价 按理说确实是应该最理想的选择 另外一方面 我也觉得这个同学的这种理想 有时候我也觉得也有点可悲 就是他还是不太了解共产党的本质 那我们当年我们也是这样的 就觉得共产党你自己改不就好了吗 我们上届也是希望他能够改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 这个党的本质决定了 他不会自己改 所以我觉得这个同学的善良愿望 可能最后会失望的 文革很多当时很多的家庭都平凡了 为什么六四 要要二十年的空间 要没发平凡 原因在哪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问题 因为如果每一个人认真思索这个问题 就会真正看到共产党的本质 就是这个党真的是 他只是看自己的利益 他只是为了自己而 没有任何为国家和人民考虑的 文革当然可以平凡 文革打倒的是他们自己的老干部 四五运动当然可以平凡 因为四五运动支持的是邓小平 八九年不会平凡 因为八九年民众反对的是当时的政府 对不对 所以从这点来讲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政府可以认任何错 只要是能够给他们自己带来好处 那么给六四平凡 给政府自己带不来多大的好处 或者说 在打倒的对方里没有他们自己的人 那他们就绝不会认错了 那么王丹如何界定平凡六四呢 我觉得平凡六四可以是分阶段的 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说 今天一天之内就把李鹏也抓起来了 整个都送上法厅了 然后就宣布平凡 我当然希望说 不希望 因为这个是导致整个的政治局势 发生太大的动荡 所以可以一步一步来 第一步至少是应该先允许六四 像天安门母亲可以公开悼念自己的子女 给予这些死亡者家属赔偿和赔偿 这个我觉得是第一步 因为这是人道 这个还不仅仅是政治 先从人道做起 那么第二步才谈到说 是不是让海外流亡的这些人能够回国 这个也是人道 所以我觉得可以先从比较人道的事情 不那么具备高度政治敏感度的事情做起 对于在中国大地上 唯一能够公开悼念六四四者的香港 还有能够进入呢 我觉得民主其实主要是个民意的表现 那在中国没有选举制度的情况下 用脚投票也是一种选择 就你今天站出来参加委员的晚会 其实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它本身是一个选举的过程 你站在那里代表的一票 这一票是说你认为中国还是应该有民主 所以我觉得对于香港大多数人来说 你们闷心自问 如果你们确实觉得对香港的未来 对中国的未来来说 有民主还是比没有民主好 你们应该默默地站到那里 不用讲任何话当作投一票 那么这一票我觉得全世界都会看到 中国也会看到 中国政府也会看到 对于一直未能去香港参加六四悼念互动 王丹感到失望 因为是特区政府宁愿选择放弃原则 也不敢给中央的麻烦 以我对中央政府的了解 包括以我掌握的情况 我觉得我能不能进香港 其实中央政府不会对香港政府 起那么大的那种阻挠作用的 那么只要香港政府能够向中央政府 保证说控制住 不要带给他们太大麻烦 我觉得对我能不能进香港 中央政府是可以争议这样逼这样的 话说回来之所以坚决不让我进 我觉得就是香港政府太放弃 自己的主体性了 太小心谨慎了 太不愿意给中央惹麻烦 以至于连这些基本的原则都可以放弃了 所以我失望的是香港政府 在英国期间 网单在四所著名大学演讲 对于中国年轻一代 他还是充满期许 大部分同学我觉得真的是 确实是对这个国家很关心 那么对民主也并不抗拒 那么只是对如何实现民主 有存在一些困惑 或有一些不同意见 但是至少总的来讲 我觉得都是非常正面的 跟我们原来从网络上 所看到的那种表现是不一样的 只要年轻人还有好奇心 他就会愿意去追索历史 只要追索历史 就会发现真相 发现真相就会怀疑 有怀疑就会有批判 有批判就会有进步 所以一切都是从好奇开始的 那通过这么多次演讲 我确实看到 学生虽然对六四不是了解 但是确实80%以上 90%以上都是好奇的 这个给我很大的鼓舞和希望 我们之前《飞鱼台》记者 郑婉智在伦敦的报道 《飞鱼台》记者 《飞鱼台》记者 北京 冬播剧场——《飞鱼台》记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